大家好 欢迎来到焦点视频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Wilford 大家看到今天讲的题目是何马显伯 每个QI都这样去形容何马和显伯 我都用这个文字去讲 其实是水尾 我完全不想说 根本有 但是先那两天 何马和显伯 就讲了几个问题 就是说厄价去外国 显伯就在节目上哭 有些人发了一些信息给我 他们想我讲 其实我们完全没什么兴趣讲 为什么没什么兴趣讲呢 第一就是我没办法知道他们的八字 就是说的话说服力很弱 我也想了一天 如果大家有兴趣听的话 我就用另一个角度讲 用上学的角度讲 除了指微斗塑之外 我的上学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用上学呢 首先第一 因为始终是讲他两位的朋友 第一我想强调的就是 我不是搞针对 如果不是的话 你说用紫微斗塑 这样 那个时辰是靠估的 既然靠估的话 有机会猜错 但是如果我猜错了的话 我拿着一个错的命盘 在这里 讲这两位的 阿何马和显伯的话 那是很不公平的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所以变了我就会说 用面相 用面相的话 我尽量说一件事 当然我是懂面相的 即是我是懂上学的 但是我以下所讲的资料 大部分都是来源于Google 这是最重要的 即使我尽量不参与我个人的意见 只是我用我技术的观点 但是我不参与我个人的意见 这样做法的话 会公平很多 因为第一 我不是用紫微斗数 那时辰不是靠估计的 那这些两位的面相的话 都是从Google 和他们出了一个场合 被我掌握了出来的 这样的话 再加上我用的资料的话 大部分都是Google上面的资料 不是说一些我个人的意见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比较持平一些 这样做法的话就会好很多 所以就有这个题目 今天我们就讲一下河马和咸八 好吗? 好 好,第一件事先讲河马 先讲河马 第一,始终都是一些 网络上的图样 即是相片 第一,我经常都这样讲的 看面相 一定要是面对面最好的 生动性强很多 因为看这些 譬如你看到阿可白 阿咸白 你都会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阴阳是不平均的 你看到中间这条线的话 側向了这一边 当然了,它们下了尾颜 很明显 所以我都尽量把这些地方 尽量持平化它 即是说,譬如有萌 那些东西 我们都不讨论 不讨论 有人传的就是 河马 他那么肥 其中一个就是 因为可能有病 所以吃药会那么肥 这些我们尽量 都要小心一点去做讨论 因为为什么来说 当你吃药 或者做个美容去改变的话 的确确的 对相是有少少影响的 不过我都希望尽量 去做一个持平的态度去说 我说了多少就有多少 好,第一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先赚一下 河马 第一个问题就是三庭 上学上第一件事就是三庭 三庭来说的话 它都算是平均的 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你都会看到我找条线 你都看到这条线 大概的位置都是差不多 唯一就是下庭位 可能比上庭位 窄了少少 上庭主要早运 下庭主要晚运 这些都没得改 我相信 就算你这边 甲状先肥 肥这些地方 但是这些位 这个高阔位 这些位 基本上是没得改的 基本上我们的三庭 早运 中运 晚运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你会看到的话 早运和中运 都比较开阔一些 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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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我听过很多人都说 河马的样子,但是有一个词 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说的,第一个就是面大挣扎 这个问题,女性的其中一个问题,面大 很大问题,我们看到河马的伤 这个样子,头真的挺大的 我们就说女性 这些叫做面大挣扎,什么意思的话呢?古代来说 女性如果面这么阔肥大的话,第一就是很负态 第二个问题的话,不负也挣扎,这个就是我们的意思 即使告诉你,在屋里面,她最大,她华视那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河马这么恶,在屋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都觉得一件事,她会把她想出来的事,视为一个事实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她不是吃药 即使说不是吃药,是天生 天生 这样的,我们这个叫营养质 营养质的面型的话 的确确,营养质的面型的话 除了营养比较丰富之外 对于那个所谓的 幻想性 亦都比人强很多 亦都比人强很多 加上面大挣扎 就是我们现在眼前 会有这个 这个河马出现 想的东西 幻想性很强 比较上来说很恶 在屋里面 基本上 她真的是在振扎的 你试试 她一个 和你单击多少黑粉 是不是 所以 变成来说的话 女性面大 有一个问题 但是面大的人 是不是一定是不好的呢 不是 最重要的就是 五官比例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的面相上面 整个强调的就是 五官 五官是指什么呢 就是耳 眉 眼 鼻 鼻 和口 我们叫五官 男人和女性方面 五官也是很重要的 在古代来说 在古代来说 女人 就很少抛头露面工作 那么 对于河马来说的话 那个五官与六虎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六虎 就是上义虎 中义虎 和下义虎 女性的六虎 就强很多 好像这样的话 原则从古代来说 就做了一个振扎 是OK的 但是 但是 在今时今日来说的话 女性都需要做事 抛头露面 就是你看 以河马的角度来说 他在 英特线上 小红书 抖音上 基本上来说 抛头露面 变成了五官的比例 相对来说 要大一点 尤其是 做一个问题 就是眼鼻 真的比较小 真的比较小 你都会看到 你都会看到 眼和鼻 都是比较小 我们就说 问贵在眼 问负在鼻 两者如果比较弱的话 对于财白来说 就真真正正是差一点 你会说 在古代来说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很简单 在古代来说 男人是赚钱的 女人 在家里振扎 难听些就是享福的 所以女性的陆虎 上义虎 中义虎 和下义虎 就要比较强一点 问题都不大 为什么呢 你回到家里 那个 女主人 没需要 那么抛头露面 所以 男人的眼 鼻 就要比较大 五官要比较美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样 就是 何马要做事 你既然要做事的话 你的五官 尤其是问贵在眼 即使告诉你 要出名 就是问贵在眼 但是很明显 你的眼神真的比较弱 问负在鼻 负在一会再说 这是另一个问题 很明显 面大 但是眉眼 鼻的配置 就不算强 唯一的嘴 就开阔了一点 女人 嘴大吃穷狼 好了 将我自己的相学 去摆进去 我原则上都是Google上的东西 起码公平一点 如果不是我说 就是Wilford你说的 这些是你的意见 但是这些 很普遍大家都Google的资料 这些就是 眉眼药 嘴大 嘴大吃穷狼 好了 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经常都敢说 照顾镜 我经常都敢说 女人的额 真的不可以高 为什么呢 女人的额高 我们叫做照顾镜 代表聪明 黑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我们看看 这些照片 哇 真是河马 这个镜 真是很重要 我们叫他女人 照顾镜 在古代来说 女人的额 真的不可以太过聪明 在古代来说 女人太过聪明 有凌嫁丈夫的意思 所以我们叫做照顾镜 照顾镜的意思就是 额一高 他女人就聪明 在现代来说是OK的 不过这样 老公要吃得住你 即使老公 这个额位 都需要有同样的气势 他才可以吃住你 如果不是的话 女人额一高 聪明 聪明 问题不大 但是现代来说 女人太聪明 她凌嫁丈夫 夫婚就不好 鼻子 我们就说 女人 鼻子 就是你的丈夫 呼声 额高 鼻弱 我们就告诉你 一件事就是 她会 去亿个老公 为什么 因为额是五行属火的 鼻是五行属土的 现在是火生药土 火生药土 即是照顾老公的意思 在现代来说 如果夫妇都希望共同一起 去创业 而且共同一起 去做一件事 最好 女人的鼻子 不可以太弱 不可以太弱 如果不是的话 这样有个问题 如果额有弱 鼻有弱 我们的上学里面 这位女性就惨了 又不聪明 老公也很弱 所以变成来说 我们现在就说 如果你想靠老公 做女性想靠老公 额弱一点 鼻子强 这样就好很多 这样就好很多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有个照呼镜 有什么问题呢 就找头发傘 但是我们的航马很流行 她是纳高额头 给你看 这件事 所以变成来说 下库 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 女性的婚姻好不好呢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 我们现今这个世代 女人当然 一定要聪明 不聪明怎么可以 但是 这个跟我们的古代 概念有少少不同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了 另外就是 刚才也这么说 面大 鼻小 莫问财 这个真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说 无论男人 女人 尤其是现代的女性 现代的女性的话 很多人 有自己的 财富 自己可以 创作财富 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 眉 眼和鼻 刚才也这么说 是很重要的 面大 鼻小 莫问财 你搜索一下 你会知道 即使说 我们就很怕一样 就是说 面太大 但是鼻很小 鼻很小 也不是很重要 最大的问题 就是 你会看到 鼻也算有用 你会看到的 我放大 这个就是 面的高低 而这个位置 就是鼻的大小 你会看到 真是不合比例 面大鼻小的话 财星弱 呼星也弱 但是一个问题 就是 鼻头有肉 物肉需求大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聪明 老公弱 但是 鼻头有肉 整个鼻 面大鼻小莫问财 刚才也这么说的 一个问题就是 女性来说的话 聪明 富星弱 但是鼻头有肉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 需要 要求高 对于钱的要求很高 希望 再加上 一个深性质 一个深性质 就是我们面相上 有所谓的营养质 有所谓的根骨质 有所谓的深性质 所以这个就是营养质 即使给你知道的话 女性的话 享福性很强 对于钱的需求性很高 那变成来说的话 很聪明了 希望自己求财 不靠个老公 所以变成来说的话 这些心计就出现了 聪不聪明呢 就慢慢再去讲了 第二样东西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耳 耳 低过眼眉 低过眼眉 我觉得 虽然这个是一个质上 但你都会见到 那只耳在这个位置 那只耳在这个位置 你会见到 看到吗 耳珠在这里 耳最顶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都是不过眼的 都是不过眼的 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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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于目 就真是麻烦 那你会见到一个问题 耳低于目的话 比较现实 势利 和小尚进三 你将这两个现象 去隔起来 你就会见到一个真真正正的 一个现实上的 河马 懒聪明 物欲强 物欲强 不用靠个 靠男人 但是实际上这个聪明 并不是 我们社会上所需要的 比较上势力 现实 和小尚进深 那你会见到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 为什么在河马上 经常做一些 我们都会觉得他很蠢的事 但是问题就是 他自己觉得他很聪明 这一件事是最大的 的问题 在这里 所以变成来说 对于这些 面相 我们 如果我 我帮人去看这些面相 我通常都会告诉你 一件事就是 你做的事 比较实际一点 不要跟别人 去辩方 因为第一 你的耳朵不够人高 你的耳朵不过眼 最后你辩方的话 你输闲了 第一样东西的话 物欧感减低一点 较低一点 他说 你个人 一现实一点 物欧感低一点 亦都 比较上面来说 做的事的话 脚踏实地一点的话 这样 你的人生 就会快会很多 好了 另一个问题 就是 你看到 拳骨 阿显伯和河马 很明显 河马的拳骨 这条红线 就是指 这个位置 拳的最高 最确定的位置 拳骨 很明显 阿显伯的拳 是比较低一点 我们就说 阿显伯 我用这张照片 你会看到 阿显伯的拳 是低一点 我们就说 他的眉 就不是很强 他的眉 就不是很强 但是眼 那个神 仍是差一点 拳 也是低一点 所以两者比较上来的话 河马就吃着阿显伯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过感 不过感 显伯虽然被他吃着 但是显伯 你看到他的鼻翼 很强 狮子鼻翼 我们就说 这个代表什么的话 即使他自尊心很高的 男人 一个被女人吃着 但是他自尊心很高的男人 出现了我们这个星期上来说 阿显伯说 嫁去外国 叫显伯做花王 这个现象 显伯一听他做得了 这件事是 平时做老婆 老的问题不大 为什么 你伤不到他的自尊心 因为 显伯觉得一样的 他追回那四百五十万 他是跟他 和河马一起去享用的 显伯觉得一样的 对于平时来说 显伯与河马 对于南方来说 他觉得是一个 Family 一个Family 子女就已经不是Family了 他跟他 现在身边的配偶 那个是Family 但是 当河马跟他说 不是喔 我嫁了另一个男人 你做我花王的话 你就伤了他的自尊心 他的自尊心 对于他的男性来说 这个自尊心怎样可以 给你这样去侮辱 放在地里面 去踩下去呢 所以变成来说 就会有了我们 这个星期 那个故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好 好了 另外一个问题 不单止 我们是河马 耳低过眉 阿显伯都说是 你都会看到 你都会看到 耳也是低过眉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两夫妻 我们就说 相要互相去补救 相要互相去补救 如果 以河马这样的相的话 如果他 身边的男人的话 是一些 龙眉大眼 鼻大有力 有恶 在社会地位上 他说 有了一段时间 可以震着他 变成来说 对于河马来说 他的权威性 只会在室内 去应用 骗骗猫 骗骗狗 骗骗子 骗骗子 但是很明显 现在就不是了 两个相不能够互保 两个耳朵都不够高 变成来说 夫妻两个相都不能够互保 而且你会看到一样东西 两个人的眼睛都是不强 问贵于目 男又不强 女又不强 你说 第一个问题 贵 中国人说贵 其中一样东西是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才会去到财 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人际关系不好 你怎样求财呢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人际关系不好 又不聪明 你看看 显白 行了 我真的很公平地说 我公平地说 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他的下廷生得漂亮不漂亮 你们自己去判断 你们自己去判断 我就不想用我自己主观的角度 你看看一个相 你说给我知道 你会有四百五十万 接着给荷马 荷马就说四百五十万 四亿五千万 四十亿五千万 两个人齐齐享福 你问一下 显白 你如果从相恶的角度说 你觉得这个机会大不大呢 你们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还有一个问题 印堂开阔 避孔开路 两个人都是 基本上 两个人都不聚财 四百 四百五十万 一到手的话 很快就会完 这就是一个事实来的 你印堂开阔 避孔开路 洗钱 洗钱方面的话 不用抹脚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另一个问题 正如一个问题 女人这个位置 这个印堂位 真的不能太开路 印堂开路 避孔开阔 男性来说的话 我们就叫做破财 女性来说的话 自己Google一下 我不要 拿着人家的照片 这样去批评 这个真是麻烦点 比较上 性观念 可能真的会开放一点 所以变成来说 为什么 两位朋友 识到不够一个月 就住在一起 而金也很小事 还结合分 其中你看 两位 这个避孔 两位一个避孔 对于性观念 对于人际关系 对于自身的要求 比较开朗 好听一点就开朗 没什么所谓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都说 韩马都会说 哇 显白 晚上都说 一晚可以有五次 这件事 有没有可能 这件事 就是你上了 你骗不到人 避孔开阔 金甲 撑开 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中医就说 搞清楚个问题 就是性 跟神 是很有关系的 阿河 阿显白 是不是想死呢 这件事 刚刚说了的就是 神 就是代表一件事 就是我们中医所说 如果人 那个性能力的高低 跟外国人看一样不同 我们中医就说 中国人就说 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说神 你的神好不好的话 你的神真的骗不到人 第一件事就是 耳朵 我们说神开竅于耳 阿显白的耳朵是够大的 但是耳朵比较薄 比较薄 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麽好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恶蚕位 恶蚕位 人如果那个性能力是很高的话 我们这个恶蚕位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麽呢 我们上学上 我们叫这个位置 子女宫 叫子女宫 子女开枝散变的话 这个恶蚕位好美 你差阿显白 和我不差得很远 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们都是这个恶蚕位比较上的 即是说 阿显白 35次 你做得他半年的话 文心说句 这个就不是恶蚕位 变成个呼楼骨都像 基本上来说 所以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 可能恶蚕位 恶蚕半年都没有试过 头一次 一晚就五次 以后就可能 可能很少了 它是需求大 但是需求大和你有能力 是两回事 在我们上学上 这些你骗不到人 我们做相应的话 一看就知道 好了 到差不多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 究竟 河马 有没有可能假供外国人 叫阿显白做花王呢 第一个问题 我们说 女人如果五嫁他乡的话 是一条件 第一样东西 有个美人尖 这个就叫美人尖 我们叫金鸡 以前我们就说 金鸡夺名堂 少年走茫茫 我们叫做一样东西 没有美人尖的话 基本上来说 不代表一样东西 就是利于软架他 第二个问题 就是 逆马位 和福德公 逆马位就是千尔公 千尔公 你会见到 它的上面 那两个逆马位 也是高的 逆马位是高的 逆马位是高的 但是千尔公 是凝陷的 福德公 也未必看得到 这里 你会见到 是不是很窄 这两个位置 高了 但是这两个位置 很窄 福德公 不够开揚 代表一样东西 就是 如果 你去 千尔嫁外国的话 那就差一点了 不是不嫁到 是否有福的问题 千尔公 福德公 因为我们估计来说 福德公和夫妻公 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 你会见一样东西 拳骨膏 这个位置 一削了下去的话 还有福堂这个位置 削了下去 你看到 很明显 福德公 是削了下去的 代表一样东西 你跟我说 你会有福 这样东西 你们自己 去做一个决定 我觉得 你问我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会看一下 这样东西 他 河马 是在 阳光市 大陆下来 阳光市下来 你阳光市嫁到香港 你有没有享过福呢 这个问题 你牵动了第一次 如果你牵动了第一次 都没有享过福的话 你凭什么跟我说 你牵动第二次嫁到美国 你会享福呢 这样东西 是吧 我们就说 紫微头是很简单的 你一个名工的福德公 你个福德公漂亮的话 你便牵动了 你个福德公不漂亮的话 你一生都牵动不了 那你会报一个问题 不是啊 可能大运令到他的福德公 牵移工漂亮 那便牵动了 对啊 不过问题是运工 就警牵了 对不对 这样东西 所以如果 你告诉我 你个福德公不漂亮 就是夫妻宫落寒 没有了个美人 只得个逆马位强 的话呢 少年走望了 你过来香港 你看现在 你觉不觉得你享福呢 这件事 最难听一点的就是 你连现在 你告诉我 公屋都有机会被人收买了 为了一个 你不聪明 而要出名的故事 你希望得到 四百五十万 那变了来说的话 那便会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啊 你听到啦 我那个钟叫我收工了 否则的话 我 我创造不了 好吗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就大约 用上的角度 去看得到 河马 他有没有讲大话 和他有没有 可能 去做一些 他希望做到的事 那你问我 我的答案当然是没有啦 唯一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真是很珍惜这份感情 我相信都不是的啦 因为为什麽呢 一个这麽现实的人 物欲感这麽强的人 又觉得自己聪明的人 你会不会 和阿显伯 去照顾这个老人家呢 这件事是 你是不是一个辛苦的人呢 如果他是一个 筋骨质的人 什麽筋骨质 即是说 拳骨有起 比较上来说 整个人呢 好像一些体育形态的人 他说 他都会和你捱 但是很明显不是的 他是一个 营养质的人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很多人都没有留意的 都有人说过 他个狠狠的 以后反骨 以后反骨的人不忠诚 对婚姻不忠诚 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 你问一下 阿可吧 这位老人家的相 七十几岁 你可否觉得他一个幸福的相 我留下来给大家自己有个判断 好吗 多谢各位 先 焦点视频开台已经踏入第五年了 非常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将会在8月3号举行五周年的网聚 整个活动我们会邀请很多位的开运专家 名人嘉宾和主播出席 和大家一起玩游戏 打合招和吃晚餐 长情愈下 日期是2024年的8月3号 星期六 时间是晚上的6点到9点半 地点就是西九龙中心的7楼 而费用我们分两个 一个是398元基本 以及6888元礼遇 礼遇级别可以确保入席一定是坐得比较前的位置 和会得到活动福袋一个 名颜有限 先到先得 焦点视频搞活动最喜欢的人人多野酒 年头开运送已经派了超过100份礼物 今次台庆抽奖更加预了超过200份礼物 和现金奖送出去 保证人人又吃又吃 记得掃右上角二维码 立即了解和报名参加 名颜有限 先到先得 推广知识共享 网络电视网货网购平台 立即进入焦点网 www.fmtv.hk 会员积分系统 推荐会员计划 多买多赞 全新系统 治安利滲水 出品的